毫無規則黑箱作業的中共棺牆 風高浪急 暗招無數 隨時都有顛覆的風險 秦剛離奇失蹤 就好像陷入中共的棺牆白武達 白武達三角 是北大西洋的一處神秘海域 傳說在上世紀 有超過50多艘船隻 20多架飛機在該區域神秘失蹤 所以白武達三角 又被稱為魔鬼三角 它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當中 未解枝迷的經典代表之一 中共棺牆 向來是暗招重重的黑箱作業 空險莫測 官員離奇死亡和失蹤現象 越來越頻繁 中南海的神秘恐怖 恐怕一點都不輸涉給白武達 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 似乎也撞入了這個官場的白武達 有關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的新聞 前後已經Hit了個幾月 仍然未結束 而在秦剛以前的行蹤軌跡裡 或者就能見到他一些失勢的眉目 在秦剛在中共外交部 已經任職了差不多30年 但是他的試圖發跡 主要還是在習近平主政之後 他連續兩次完成了罕見的官場三級跳 資歷錢 沒有什麼特殊背景的秦剛 八年內就連升六級 如果沒有習近平的破格棋拔 沒有人可以辦到 他可以算是 習近平手下升官速度最快 最年輕的中共黨國領導人 2015年之後的三年 秦剛出人意料感 完成了一個由禮賓司司長 都部長助理 再到副部長的三級跳 完成類似的升遷 王毅用了12年 馬朝鈺就用了15年 2021年 中美關係緊張之際 秦剛被委任地位 非比尋常的駐美大師一職 中共二十大之後半年時間內 秦剛再次完成了一個 由副部長到部長 再到中共國務委員的三級跳 2023年3月 56歲的秦剛 在擔任外長的位置 不夠三個月 就再次晉升為 副國級的國務委員 成為目前最年輕的 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 好像火箭這麼快晉升 在中共政壇實屬罕見 有分析認為 秦剛是習近平 為了全面掌握外交系統 而力主提拔的自己人 前白俄羅斯外交官 斯倫金曾經在接受 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透露 2015年 習近平訪問白俄羅斯期間 時任中共外交部 禮賓司司長的秦剛 半夜2點打電話給他 要求到習近平 第二天要參觀的博物館 掃台街 就是為了知道 習近平走到哪一步 音樂會響起 斯倫金認為 擔任禮賓司司長期間 有機會近距離向習近平 顯示忠誠和能力 是秦剛即場升遷的秘密之恩 習家軍的主力大多數都是和習近平一樣的工農兵大學生 相對那些一直運職於國內官場 缺乏國際視野的官僚 秦剛或不是那麼保守 對西方文化更了解多一些 習近平對外交系統長期疏於掌控 秦剛可能是和習近平的近距離接觸 讓習近平看作可以位以重任的外交人選 有消息說 在習近平接班前後 秦剛剛專門負責 培評習近平的一些外交禮儀 深得習近平夫婦的欣賞 秦剛也就此和習近平攀上關係 兩家人也往來密切 秦剛的太太還親自做月餅 給習近平夫婦品嘗 秦剛是唯一陪同習近平的中共官員 2015年 習近平就任中共國家主席後 還是禮賓司司長的秦剛 就多次被影響 和習近平近距離 出現在不少的活動場合 在西雅圖參觀波音公司廠房 坐的高卡車上高 除了翻譯和警衛 秦剛是唯一陪同習近平的中共官員 秦剛經常在習近平出場的重大國際場合 寸步不離 作為專項負責習近平禮賓事務的外交官 秦剛靠操作禮賓排場 贏得習近平的垂青 可以說是習近平的威儀設計師 他為習近平精心設計的威儀形象 滿足到習近平想做世界老大夢寐以求的虛榮 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中國事務負責人何瑞恩曾經表示 秦剛非常關注領導人如何被描述 以及領導人公開露面所傳達的形象 今年5月中亞峰會 習近平在西安市大唐附庸院 舉行奢華的唐朝迎賓儀式 拜蘇帝王威儀 前面有提燈的宮女引路 後面有宮廷示威舉起唐旗護送 東亞五國元首 就像朝拜大唐皇帝一樣輪流近見 今年6月布林肯訪話 亭基平母鋪紅地毯只是有紅線 只是派師長級別的官員 低規格接機 習近平高高在上 一個人坐在長台中央 會誤布林肯 這是中美建交四十幾年前所未見 秦剛主導的外交部透過這些小動作 為中共政府爭面子 2016年秦剛幫助習近平 籌備在杭州召開的G20峰會 刻意安排奧巴馬和普京 一左一右分別站在習近平兩邊 意圖把習近平打造成世界領袖之首的形象 輿論普遍認為 秦剛是心獲習近平信任的外將 秦剛挖空心思的禮賓設計和夢幻排場 滿足領導人夢想的虛榮 秦剛也藉此成為習近平的心腹重臣 秦剛在中共的國際關係學院 國際政治專業畢業 這個簡稱國關的北京國際關係學院 在1949年創辦 是由中共特務機構中央社會部領導 之後又或歸身特務機構中共中央調查部領導 1960年代 該校幾經分合 擴建為中共中央調查部 直屬的國際關係學院 民間一直有觀點認為 國際關係學院 是中共國家安全部培養和招募特務的基地 秦剛1988年畢業後 被分配進入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 這個服務局 是專門服務和管控駐北京的國外國領事館 他們向外國駐京市館提供的中方僱員 大多數是隱蔽戰線機構的僱員 秦剛在服務局這個特殊機構工作了4年 在中共整個外交部駐外高級外交官裏 像秦剛那樣的職業特務出生的並不多見 熟悉中共外交部歷史結構的民民領袖 魏京生透露 國安系統出來的外交官 經常挑剔 喜歡打小報告 在外交部裏面很不受歡迎 大家既怕他們 又討厭他們 秦剛在外交部裏面的境遇也不例外 秦剛的一位前外交部同事回憶說 秦剛對級別高於他的領導 笑臉仍然特別欣勤 但是對級別低的下屬就很傲慢很惡 所以他和同事的關係普遍不太好 秦剛的特務背景可能為他幫助習近平 掌控外交系統提供了很多秘密情報 據說他在接任外交部長之前 就經常越級頂頭上司和毅 直接向習近平回報工作 秦剛這種特務習慣的兩面作風 可能一方面討好習近平 而另一方面 就得罪了外交部周圍的同事 也為他今次在外交部受挫 埋下腹筆 7月25日秦剛在原因不明失蹤了一個月之後 避免去外長一職 傳言和秦剛不和的前中共外長和毅捲土重來 罕見地回巢再任外交部長 在中共的外交部網站 秦剛外長任內的有關文章 一度全部刪除 幾天之後又重新上架 秦剛和和毅之間一山不能藏意苦 你來我往的內鬥局面顯然易見 秦剛的一位大學校友曾經在網上透露 秦剛畢業後外派到某駐華機構做秘書 賓士是大多數駐京市館的專用車 秦剛就經常拿坐德國的平置房車 換另一種方法在屬人面前擺款 他最喜歡問人在哪裡聽音樂最好 然後他就告訴你 坐在賓士裡面聽音樂最過癮 可想而知 秦剛在官運亨通這幾年 就難免會更加囂張 四面樹敵 據《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喬什羅金澤民指出 有美方官員表示 秦剛能力有限 只是憑著和習近平的私交 才升到火箭這麼快 但是他在中共政府內部的敵人很多 包括妒忌他的人 秦剛升任外交部長的時候 曾經很快把趙立堅 耿爽等和藝的人馬排擠走 秦剛消失之後 趙立堅的太太在微博發貼說 今天是個好日子 作為外交官 秦剛不僅僅在外交部內部的人事關係緊張 在國外的表現也不是好得去哪裡 可謂四面坐歌 美國傳媒Politico報道 秦剛在華府是人盡皆知 已發火的對話者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 負責打擊恐怖主義的 副國家安全顧問前助理 古柏表示 華府的共識是 秦剛特別難相處 並非是個很有效率的大使 秦剛一度被捧為中共官場的政壇新星 但是現在新星剛剛出頭沒多久 就變成一抹而過的流星 秦剛已經成為中共歷史上 任期最短的外長 就好像流星一樣 匆匆而世 在中共體制下 官員是高危職業 秦剛失蹤事件 再次驗證了中共官場 白武達的空險 習近平最近反覆提出 要做好營接驚途海浪的準備 這也明示了中共這條 殘舊不堪的船 隨時都有被突如其來的巨浪 傾覆吞沒的可能 而船上的中共官員 甚至包括習近平本人 也都隨時可能失事 遭遇風險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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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